我们现在呢要介绍一个大家应该有一点点印象的东西叫做路易式电子点式 路易式电子点式 OK 那这个路易式电子点式呢之所以会好用的原因是因为 它呢特别适合用来表明这个每一个元素的架电子 OK架电子 那以后呢也是因为我们知道架电子呢跟这个化学反应的电子的跑来跑去啦 或者是共用啦会很有关系 所以呢之后也会用路易式电子点式呢来画一些分子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路易式电子点式呢 既然它只画出架电子的话那就像是这样子 如果是氢的话呢我们就会这样画就是一个架电子 OK在上面我们就画在旁边就像这样子 那如果是氢的话它有两个架电子 可是氢画法比较特别 它不会是呢这样画 不是两个分开的 原因是因为呢氢的电子呢 其实两个电子会是一对 OK两个电子会是一对 所以通常呢我们会先把它画在一起 氢电子呢氢的两个电子呢 我们就会画在一对那如果你对这个呃第一层有概念的话 我们知道第一层其实就只有一个鬼域 也就是ES鬼域 那每个鬼域可以填两个电子 所以我们就会把两个电子摆在一起 好那如果呢到了这个第二壳层的时候呢 诶我们知道呢虽然里总共有三个电子 可是事实上它的架电子是几个 它的架电子是一个也就是在这个架壳层第二层的这个电子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画的架电子又是一个了 所以它才会跟氢一样怎么样 都是1A族嘛 可是记得这个时候皮就很特别了哦 皮呢不是像这个亥一样呢 画在旁边这样 OK不是吼 我们呢把它弄掉 皮呢就会是 诶在远端不同的两个单独的电子 它是不成对的 OK 然后呢皮完了以后 棚也是一样 到第三个电子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画不成对的 到第四个电子的时候 也是一样呢 基本上呢 我们都会这样子把它整个点开来 那等到有第五个电子的时候 你看我们这个刚刚好是四面嘛 四面 那等到有第五个电子的时候呢 四面你才会有一个地方有机会重复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会找一个地方画下去 OK五个架电子 其中有一对电子呢 是成对的 然后呢再来呢 如果是六个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画满了四个以后 第五第六个就一定也是要怎么样 成对 OK 所以呢某两个地方呢就成对了 那符呢有七个架电子对不对 有七个架电子 所以呢有三个地方就会成对 这样总共呢就是所谓的七个架电子的状态 那奈呢有八个架电子我们就会这样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那基本上啊如果架电子当我们画出来是八个的时候 以后你可能会听到一个词汇呢 还蛮常见的叫做什么 叫做八语体 八语体的意思就是说呢 某一个元素它的架电子刚刚好是八个 也就是一种 惰性气体的状况 惰性气体或者是钝气的这种架电子的主态 也就是如果说刚刚好有任何一个元素呢 它是呈现八语体的状况的时候 它就会非常非常的稳定 OK因为没有任何的电子再适合跑进来了 像符这边呢等一下我们会讲 它呢其实还空一个地方可以有电子进来 或者是像仰这里有空两个地方 OK那所以其他之后呢我们要组成分子啦 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呢 把这个空电子空的地方呢 可以给它填满 然后符合呢八语体 所以以后你会学到一个法则叫做八语体法则 好不过呢我们现在要继续讲的还是这个什么 路易式电子点式 所以呢我们就继续把它点完 那如果到了第三周期的时候 记得这边呢是第一周期 我们看一下这里是第一周期 这里呢是第二周期 然后这里呢是第三周期 好那如果到第三周期的时候 我们的架壳层就变成第三壳层 也就是m壳层 OK那m壳层呢有一个架电子就是钠 那所以这个时候钠呢也是一样 就变成又是一个电子了 在这个所谓的价电子的这个壳层 然后呢美呢是两个架电子 铝呢是三个 细呢是四个 记得到四个的时候呢都还没有一个地方是成对的 等到五个的时候的零才会有一个地方是成对的 那你要画在哪其实都没有关系 六个呢也是一样 你可以画在这里 或者是呢你今天心情比较不一样 你想这样画 理论上呢没有人可以说你错 然后再来呢七个绿的的话 我们就知道只有一个是孤单的 然后最后呢八个的话 我们就知道是八语体 OK 所以呢这样子的东西就是所谓的 路易式电子点式 那自己要学会画画看哦